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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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 看得真好玩啊 啊 好轻松啊 感觉它 好 這個動作的高難度啊 哇 哇 掌聲再次送給我們這位逃戰者 您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節目 給我們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陳仲慶 我的主題是 不見三明 我是一名獨輪車愛好者 我非常希望通過獨輪車這件運動 讓自己永保青春 永遠18歲 謝謝 特別棒 而且我們這個舞台啊 我不是說 當著老陳的面說這樣的話 老陳 小陳好嗎 小陳 最多也就25歲 我是一名七零後 現在38 啊 我不知道 啊 我不知道 應該有點年輕 我覺得是 最好的 是的 是的 謝謝 練這個練了多久了 已經 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對 因為多人車太有魅力了 你知道它有什麼好處嗎 隨便說五個魅力 第一個它可以鍛鍊你的身體 是吧 這是最清楚的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可以鍛鍊你的平衡 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可以促進你的小腦的發育 第四個 第四個它可以提高你的自信 因為這是一件很難的運動 第五個 它可以鍛鍊你一個堅強的品格吧 還有一個對青少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可以讓他們遠離電子產品 專注於學習 專注於體育鍛鍊 聽說您好像之前挑戰過很多次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而且還拿到了一些證書 給我們講一講 那我目前擁有三項多人車世界紀錄 第一項 第一項是在2014年 創造了這個 在啤酒瓶口上面騎行距離最遠的紀錄 30.17米 第二個是在2015年創造了 也是在啤酒瓶口上面 正齊20米最快的紀錄 27秒48 這個速度很快了對不對 第三項是在啤酒瓶口上面到齊 最遠的距離是8.5米 你已經有三個紀錄在手裡了 這次為什麼來我們這個節目啊 今天我就挑戰我一項自己的紀錄 在啤酒瓶口上面到齊距離最遠的紀錄 8.5米 考驗自我 明白了 那今天我們再說回來吧 你要不要開場給我們展示一下您的能力 來一個獨輪車扁帶 騎行扁帶的體驗 哇各位 這個真是難得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好的 我們的挑戰者 他的第一個展示的道具已經全部擺好了 獨輪車過扁帶 來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獨輪車過扁帶最大的難度 其實在於它是一個鬆軟的皮帶 而且有幻動有幅度 並且它也有高度 它距離地面一般是不低於一米 就增加了我們的這個難度 本身騎獨輪車 它就是一個特別不穩定的平衡 就像我在手上竖著一根筆 我需要不斷地調整我的手的位置 在下面 才能夠讓這個筆保持在我的手上面 這現在是個扁帶 然後它的蚊子直接就平著在上面走 左右也沒有漸置 那這樣的結果就是 它能調整的空間 就只有這幾厘米的空間 超過這幾厘米就可以掉下來 準備好了就隨時告訴我們 可以了 好隨時開始 可以了 可以了 太棒了老师 让我感觉到了您这个超乎寻常的能力